中央社记者顾全台北七日电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表示 促转条例规定行政院下设促转委员会 促转会的组成由关转行政议是否成功 后续由政委罗秉承负责督导 力求最短的时间内协助委员会到位 立法院5日三读通过促进转行政议条例 规定行政院下设促进转行政议委员会 规划开放政治档案 清除威权象征 贫富威权时期司法部罚等任务 于提出完整调查报告后解散 新政院发言人徐国勇上午在院会后记者会转述 赖清德在院会中表示 促转条例是台湾迈向民主新业的里程碑 对深化自由民主的价值有深刻的意义 不仅是政府对台湾人民的承诺 更是社会所期待的重大改革法案之一 赖清德表示促转条例完成立法后 转行政议的工作将进入另一个新的阶段 转行政议相关规划 推动事宜将由行政院设置二级独立机关促进转行政议委员会 赖清德说促转会的组成至关重要 攸关转行政议是否成功 由罗秉纯负责督导 紧速因通过的法案内容 沿题促转会委员名单组织法规预算事宜等 进行相关筹备工作 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协助委员会到位 以回应民众对落实转行政议 影响和解团结的高度 期盼10612007言 深阅独促转要改中正校名 陆明新政院 梅智慧誓言 深阅独促转条例遭曲解 辅避免少数人操弄对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